1月7日,由台湾偶像剧教父陈明章指导,孙艺舟、安以轩、李承轩主演的《全民公主》在上海举办媒体发布会。 主演《安以轩、孙艺舟、夏台凤》亮相此次发布会,《全民公主》听上去是一个十足的浪漫童话故事, 但实际上讲述的是孙艺舟和安以轩所演绎的一段《复仇王子和励志公主》之间残酷的爱情故事。 发布会上,几位主演也是强调这不只是一部偶像剧,而是一部正能量十足与众不同的剧集。 住宅酒店,顶半那一次,我是去故意遇到周晓彤的,我确定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接着我就拼命地哭,为的是摘下面具。 或是让我失去一切,我周晓彤都会好好的活着,不会让那些卑鄙无耻品格恶劣的人,有任何一点机会可以嘲笑我。 乌龟原祖的那一天,很快就会来,该属于我的东西,我都会拿回来,一样也会想。 啊,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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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你现在不处理,一定会呕好的。 首次出演《千金小姐》的安逸轩在剧中同样遭遇了吻戏的困扰,首次合作的两位主演也表示吻戏成了表演的难点。 他也抖啊,我也抖啊,因为他之前,之前那个,就是,我也听说他在这方面,那个,然后我一听,就我作为一男的,对不对,我也,我本来没有太大心理压力。 结果一听这样,那我也自觉的,我就想,那这个怎么演呢? 然后我看他就是说三二一开始之前,就明显都感觉他气息不对了,就,就心脏跳动的频率就完全不对了。 那我就想,那,那是不是我也应该达到这种频率,然后我也是调整自己气息,然后到最后两人快听上去之后,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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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我记得第一条是没过的,因为确实就是两个人太僵了,这俩僵尸过上去。 如果不用真的一定要吻,他都会尽量避免,但是碰到非得不吻不行的时候,找到还得吻,就是,对,还是有吻上去。 出演男一号的孙宜舟 此次也是在剧中大胆尝试复仇王子 一改往日顽皮戏虐的形象 对于此次的颠覆演出 孙宜舟表示自己也是想证明自己的实力 其实很多人都说会看我这张脸 越沉寂他们越想笑 看我哭他们会爆笑 我觉得大家观众嘛 他们是消费者 他们开心了是最重要的 而且他们不开心何来收拾绿 所以在你们笑的同时 都看到我表演慢慢入戏 能够慢慢进入到我们这个感情的世界 也挺好的 我不担心 因为我觉得我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我有能力可以证明我 不仅仅只能演搞笑的事 据悉 《全民公主》将于7月17日 在东方卫视进行全国读播